今天在我們當中 我們有一個非常棒的特別來賓 是一個上帝使用的老仆人 就是Dr. Joe Noble在我們中間 今天他要特別跟我們分享 很美的生命的見證 他今年八十幾歲了 可是卻遠從美國 繞了好遠的路來到台灣 這一趟行程非常的特別 希望有機會聽到他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要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神的老仆人來分享 他這一個充滿恩典的 音樂的人生之旅 那我們要請熊飛熊老師 來為我們做翻譯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Dr. Joe Noble 我們也請熊老師 可以幫我們來介紹一下好嗎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首先祝福大家有一個愉快 平安豐盛的聖誕節 我想大概這邊很少人不認識我 我還是介紹自己一下 我姓熊 熊飛熊 這個很特殊的名字 那麼我在過去在職場上四十幾年 然後一直到六十歲的時候才信主 那麼上帝很奇妙 自從我信主以後 各位聽到我的聲音 今天早上雖然不太好 但是還聽起來還不錯 就開了我的上子 然後就引導我進入這個 音樂服飾的這個領域 所以我跟安娜我們都很熟 我們曾經多次的一起服飾 所以這就是我 那麼我很快的 也介紹一下Dr. Noble Dr. Noble出生在1934年 所以現在幾歲 有誰可以算得出來 趕快算 第一個舉手的 84歲 對 84歲 各位想想看84歲 她生長在 出生在愛爾瓦州 一個非常典型的農人家裡面 有六個兄弟姐妹 她是老妖 所以她每次跟人家講說 我是六個兄弟姐妹 我是老妖 所以所有人都看著她 所以她也覺得很奇怪 我就跟她講 我做台灣人 那麼大年紀跟人家講 老妖 人家都會想說 上面是多大 然後她們的六個兄弟姐妹裡面 只有一位女生 只有一位女生 那這位女生就是她的男生妹妹 比她慢幾分鐘 她們家世代這個務農 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從 她家當時無論多麼的貧苦 她曾經講過說 但是家裡都有一架鋼琴 每天早上起來 爸爸雖然是個農人 都要要求他們練琴 所以他們出了四個 在全美相當知名的音樂家 她的一個哥哥跟她是指揮家 她的大哥曾經美國政府邀請 在軍人節的時候到華盛頓去指揮 三軍樂隊的一個表演 算是非常知名的這樣 那麼她本身呢 從五歲開始在教會的師班 六歲就開始可以替教會的兒童師班 寫詩歌 厲害吧 她的老師認為她的音感特別好 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幾年前曾經在武昌教會 有一個音樂會 就是復活節的音樂會 她從耶穌在科斯馬尼亞的禱告 一直到最後升天 那裡面的所有的曲部 都是她親自編寫的 各位你知道嗎 親自編寫編曲的人有多厲害她 她編曲的人都在半夜或者到山上 然後她沒有鋼琴 她就拿了一個五線譜 就在上面畫抖抖 然後就把它編出來 然後更重要的是 她要把聖經的經文套進去裡面 套進去裡面 所以這是她 非常讓我們覺得說 上帝給她的恩典 那麼她當然在美國得到了 這個博士學位以後 就在學校裡面當老師 那也是路德會 最早是路德會的一個 也參與路德會的服飾 那麼包括她的哥哥 他們的家人在他們這一代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財產 小一輩的要買這個財產 買她哥哥的 就是買他們的財產 很簡單拿錢來 沒有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錢 全部捐給了愛爾華州的 有一個叫做 Ruther College的音樂學院 所以Ruther College的音樂學院的名字 就叫做Noble 故事就這麼來的全部捐給她 那他們就是老了就開始到各地去傳福音 那麼四年前她到台灣來 那麼開始到台灣傳福音 那上帝給她很大的一個恩賜 雖然她在演出中中風倒下去 但是第一年中風後的第一年 就到台灣來了 去年她來的時候是絕對做的輪椅 今年她是可以用Walker走路 所以她人生中有相當值得我們 相當鼓勵我們的分享 我們現在就請Joe開始 OK Now it's your time 我跟他一起坐著好了 剛才那位年輕的男士坐在輪椅上的 他說如果你今天早上忘了來 那他就會上場了 很有幽默感 但是我很高興我不用做提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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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音樂就沒有聖誕節 天使帶著牧羊人一起歌唱 聖誕節 聖誕節 最大的意義就是天使向眾人宣告上帝的降臨 耶穌的降臨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字 叫做擁抱 在美國我們用embrace這個字 它有它特別的意義 就是我們相互的愛對方 但是今天早上我要各位擁抱 要出現在你腦海中的幾句聖誕的禁聞 舉例說 Luke 1.37 says 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好比說 好比說路加福音 第一章十幾節 神 我們換到一章三十幾節 在神沒有難成的十年 在神沒有難成的十年一章 在神沒有難成的是那一章 继续下去 我要各位记得这句话 在你的脑海中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是因为天使 天使跟加百列 向宣告 向众人宣告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对对对 我这没有 OK Oliver Oliver 你怎么中文 embrace怎么说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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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Oliver提醒我有一个字叫做embrace 可以用这个字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实际上忘了我曾经用过这个字 今天我要提供给各位有五段经文 希望各位真正的去拥抱它 i can't see are they the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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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ll right the first part that i want you to embrace is something that people do not expect 第一段经文就是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人没有不期待上帝 这是 没有预期到天使 对 这一章 我出生在爱尔瓦州 美国 我刚才讲错了 我是七个小孩的最后一个 我们都在家里面生的 我在我的记忆中 我想我当时出生的时候 我是很害怕的 我哭 整个的环境对我来讲是相当陌生 沙加利亚 当他听到天使的声音的时候 他真的是觉得也很害怕 但是 加百列说不要害怕 我教我自己经常放在 沙加利亚的这一个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经常会是在恐慌 有恐慌 这个不太了解 对的情况之下呢 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但是上天使跟他说 他说这个你不要害怕 我们会为你以及你的孩子祷告 今天我再一次学到不要害怕 我的中风 我的中风让我对很多的事情更觉得惶恐 不安 我在学习如何让我自己不感到恐慌 在整个环境 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就像天使的信息 就像天使的信息 我开始学习如何停止我自己的恐慌 然后享受上帝所给我的 就像天使的信息 就像天使的信息 我开始学习如何停止我自己的恐慌 然后享受上帝所给我的 这个祝福 当我在用我的这个助手器走在这样的平坦路上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害怕 但是当我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 我非常害怕 但是上帝呢 用这样子的困难呢 在操练我 但是上帝呢 用这样子的困难呢 所以如果你感到害怕 请你要知道 这个并不是你的一生 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美国看医生的时候 我在美国看医生的时候 她说 你的右手永远不会再被使用了 她说 我脑海中立刻就有一个反应 我向医生说 谢谢你的提醒 但是我相信上帝会给我另外一个讯息 我不害怕 那我从小的时候呢 我要到农场里面去 去看那些牛 去看那些 Cow and what Cattle 肉牛乳牛都有 我对的牛唱歌 Oliver was not brought up on a farm 她说 Oliver没有在农村长大 所以搞不清楚 我非常享受 每个晚上出去 跟拥抱 那个时刻 当我跟牛在一起的时刻 我不必担心 假如有任何人偷听到 或者偷走了我的想法 或者我的歌声 就是一堆牛在面前 我唱任何我知道的歌曲 我唱任何我知道的歌曲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把那些牛 不管是猪牛 肉牛也好 都当作是我的石斑 我也一边指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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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其他事情让我害怕 但是音乐对我来讲 从来没有让我害怕过 第二点 第二点 我想我想 我想我是上帝所点选的 上帝所爱的 那么他给了我音乐的 那么他给了我音乐的这一份天分 我们在经文上知道 Mary是上帝所爱的也是点选 但实际上 他的意义远大过于这些 我可以跟各位在座的任何一位讲 上帝爱你 所以他赐下很大的恩典给你 有时候父母亲会跟小孩讲说 你真的很有才干 很有才华 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真的爱你 所以走出去 去做任何上帝希望你做的事情 各位知道那些牧羊人 是上帝所爱的吗 并不是因为歌声 而是上帝允许差遣天使 在向他们用歌声宣告 宣告福音 那这个带领我到第三点 当天使跟Mary在碰面的时候 她说 怎么有可能让我有小孩 因为我连我没有男人 因为我连我没有男人 在那一章的结尾的时候 然后天使跟她说 伊丽莎白也会有一个孩子 就在那后面 天使接着说 在神没有男人 在神没有男人 在神没有男人的事 我希望你们真正的了解这一句话 我希望各位时常宣告 在神没有男人的事 当我中风的时候 我想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台湾来了 但是我想念台湾 我向上帝祈求 主啊 你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吗 我已经回来两次了 我的朋友 我们同在一个教会 我们同在一个教会 在教会讲道完的时候 我有一个机会向大家宣告 所以在十月底的时候呢 我在教会里向大家说 我再度计划要回到台湾去 但是呢 为了要能够成行呢 我需要一位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 聚会完了以后呢 聚会完了以后呢 Nate立刻就讲说 我跟你去 Kick in the world 那些人说 他不需要花一个礼拜去想这件事情 他这样的决定只花了几分钟 当然这个过程 我们还是遭遇到相当的困难 我现在邀请Nate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 我告诉Joe 我要跟你一起去台湾 因为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去服侍众人 我到台湾去了 也跟像帮忙Joe一样的一个想法 第一个碰到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突然间接到我的教授通知我 要参加一个最后的期末考 那一天刚好是我们已经订好了机票 要离开到台湾的这一天 那我平常是个好学生 一般期末考都可以不参加的 但是这一次因为是要跟一个group 几个同学一起做 所以最后我变成了 要让Joe失望 或者让同学失望 I felt kind of like I was being torn in half I felt kind of like I was being torn in half and it seemed pretty hopeless 我好像被撕裂成为两半 So I did the only thing that I really knew to do in that moment which was to pray 那我认为我在我脑海中 我想到我能够做的 唯一的一节目就是 就是祷告 祷告了几个礼拜以后 旅行社 本来旅行社是讲 这个订好的票已经开了 不能改了 除非你再买信票 这个要退票 所以他们认为说没有机会 除非他不来 他如果不来就单独来 那或者是把这些同学给丢下 跟着Joe来 但是几个礼拜以后的祷告 旅行社打电话来 我们帮你安排好了其他的票 我要讲说 那几个礼拜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那种 这种 压力 和担忧 当我今天早上来看到各位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值得的 看到同样一个神 神在美国 我和Joe的教会 和在台湾的教会 都是那一个神 所以我说 这个我要找牧师 来牧师来 因为我读了大会 从各族各国万邦的名都要在神面前下拜 对不起啊 这个我的圣经是不是那么 但是因为我读的是英文的 所以要我再翻过去中文 哇糟糕 所以我很感恩的能够到这边 那么也提醒了我很多事情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事情 让我想到耶稣坐在房子中 然后外面有人在敲门 让我想到他告诉门徒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谁是我的姐妹 他向门徒说 他们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 就是我的姐妹 更提醒我 不论是在台湾 像我在美国的基督徒 跟在台湾的基督徒都一样的 上帝提醒我们 血缘关系的家庭 是不会有 不会和神里的 主里的家庭 那么样的strong 我很感谢这样子的 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里遇到各位神里的家人们 与他 是需要您的家庭 就算是否是 很高兴 是什么 如果您的家庭 是否有关系 是否有关系 他在这边 是没有关系 是否有关系 他真的相信上帝对他身上有伟大的作为 不像nate 我当时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台湾是什么 在哪里 请各位用中文跟我讲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的语言 你知道 系了 我学了一个继续的一语言 我学了一语言 我学一个继续的学生 是从那里找到一语言 我学了一语言 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我到一個大學去跟學生做分享 我甚至於教他們很簡單的指揮動作 我曾經發現 你學習的事情 當你放進行動作 它在心裡 我想要描述 如何練習跟右手或左手 有一個想法在行動作 我告訴他們說 對指揮來講 要怎麼樣向外面帶出去 他的動作是怎麼樣做 我提到這一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提醒各位呢 我希望各位走出教會 希望各位走出教會 希望各位走出教會 然後這個確信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下一點 下一點 我是上帝的仆人 Merry說 我接受 全然地接受 我接受 這些angels 所給予我的信息 我非常喜歡這一個Merry所說的 Servant 仆人 這一個想法 I understand your message Gabriel But I am going to be the Lord's servant in this 我了解 我了解 加百利 加百利 她所帶來的信息是說 我將成為神的仆人 第一次到台灣的時候 我搬機在香港降落 早上五點半 我走進了機場大廈的時候 我耳朵聽到一些聲音 我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當我當這些廣播音播完了以後呢 我耳朵裡面聽到 Hallelujah的合唱 這更讓我確認 我是神的仆人 我向神說 我向神說 我到台灣來 因為我是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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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受祝福的 你是受祝福的 因為你確信 神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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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你不要害怕 你仍然是上帝所钟爱的 这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向神说 每一天向神说 我是你的仆人 因为这样上帝会向你说 你的蒙福是因着信心 我要再跟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我在台湾来的第二年 我指挥一个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在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将耶稣受审 并在试驾升天 把它摆在一起 在结束的时候教会准备了一个小卡片 给当天来的观众就说 你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吗 希望多认识这位神吗 希望多认识这位耶稣吗 我们那天晚上 我们那天有超过一千人进场 其中有120人 其中有120人 我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音乐会 这个是在武昌教会 那武昌教会就是最后 他给大家一个 就是 对 回应单 然后 郭牧师在上面 有就是 请大家来回应 呼召 那有一百二十位 觉知那一天 让我们埋在心中的福音 让我们走出教会和众人去分享 告诉他们 你有机会认识这一位耶稣 这一位真神 你也可以到教会来 享受圣诞节 了解圣诞节的意义 谢谢牧师的邀请 谢谢牧师的邀请 我们感谢没进いただ 师ê... 谢谢牧师的邀请 谢谢 control RAMSAY 我也谢谢Nate,还有谢谢Oliver的关照 能够在这边听到各位的诗歌,也享受到圣灵的同在 这一块圣灵将与我永远同在 让我们将这份将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耶稣 我们用我们的掌声将荣耀归给神 好,谢谢